杜甫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火到国外的诗人 就连BBC的记者不远万里跑到中国 专门为他拍一部纪录片 杜甫一生就像是一场悲情大戏 青年时四处旅游 中年时四处碰壁 老年时期却四处流浪 他是享福享尊的官二代 也曾是颠倒落魄的游乱汉 他曾登冬月壮志临云士图志 也曾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喜极而泣 他写快乐是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 写悲伤是 赶食花见泪 更别鸟精心 写志向是 会当临绝顶 一览众山小 他曾生活优渥幸福快乐 亦曾几起几落命运多舛 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中 杜甫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大唐 那不是王伟李白孟浩然所经历的盛世 而是一个从太平盛世 转变为硝烟四起 战过不断的乱世 他从圣唐的尾巴走来 带着不可言表的使命 尽管他不是救世主 也不是那个平定战乱的人 但是他却为那个不忍实施的乱世 增添了无上的光彩 瑞宗先天元年 河南拱县城东二里摇湾村的杜甲 诞生了一名男婴 杜贤为他取名杜甫 自自美 这是一个凤儒守官的官宦世家 尚可追溯到近代镇南大将军杜裕 下可追溯到中宗神龙间 修文馆直学士杜沈炎 所以杜甫从小便过着富足的生活 杜甫出身将相之家 祖上有两位著名臣子 一个是魏晋时期的杜裕 他曾在司马昭底下做大将军 围观期间能力极强 最后被封为杨县侯 杜裕作为尽灭吾的统帅之一 因功绩显著 侯又被封侯 另一位是杜沈炎 是杜甫的祖父 其官位虽然不高 但是在文学上颇有造诣 杜沈炎与李乔 崔蓉 苏卫岛被称为文章四友 是唐代禁体师的奠基人之一 作品多朴素自然 其五言律师格律严谨 杜甫在舒缓家庭长大 聪明博学 克里基群 从小家境优渥 衣食无忧 但不同于他人 整日吃喝玩乐 而是在书卷中遨游 更何况杜甫天资聪贵勤奋用功 七岁便能复师 不仅天资聪颖 而且愈发努力 他六岁的时候 曾到过衍城关公孙大娘武剑 竟然到六十岁都没有忘记 回笔写下 莫如一舍九日落 角如群地参龙祥 这来自儿时的记忆 725年初到洛阳 杜甫此时十四岁 在当时做官只有两条途径 一是科举 二是被举荐 杜甫的父亲杜贤 知道自己的儿子天赋极高 学识丰富 所以就带着他来洛阳 认识一些达官显赫 给儿子的仕途 做好前期准备 但是应杜甫窃喜的是 这么多达官显赫 早已认识杜甫 未见其人 却早已青睐他的才华 当时社会名流 崔上魏启欣 看到他习作的慈父 夸他有班固杨雄之风 还有李庸王汉这样的长辈 也屈尊来访问他 所以可见杜甫的文采 有多么出众 然而24岁 杜甫的第一次进士考试失败 但是由于当时杜甫正满腔热血 家道尚可 所以这次失败 并没有给杜甫带来什么阴影 天保六年 唐玄宗赵通一议者 来长安印世 杜甫也去了 但由于当时掌权的宰相李林甫 口服密贱 还是所有有才之士 所以杜甫再次失败 此后杜甫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四处奔走 但都为国 举进士不种地 困长安 自此以后 杜甫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他四处漫游 过着球马轻狂的生活 整日游山玩水 正是因为如此 有人说他是顽固子弟 那些富人所拥有的习气 都能在杜甫身上看到 可是 又有谁明白他心中的苦楚 又有谁能够知晓 他心中的鸿湖之志 七三六年 他又出游奇诏之地山东 登泰山林云志 写下了那篇 我们逃得逃不过的背诵全文的望月 贵当邻居顶 一览众山小 这一时期 唐玄宗头脑还算清醒 政治清明 再加上杜甫尚且年轻 刚入社会不久 所以这一时期杜甫的诗 都充满着书生义气 挥视风球的豪迈与抱负 想着凭借自己的才华 一展身手 至君尧顺上 再使风俗唇 其子一年 杜甫二十九岁 此时的他正醉心于山水之间 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就在这个时候 杜甫遇到了他一生的伴侣 时任司农少亲的杨仪 将千金嫁给了杜甫 在门当库兑的封建社会 这张婚事似乎是一种逆袭 大有月龙门的感觉 杨小姐是大家闺秀 贴受过良好的教育 妻子的包容与理解 是杜甫生命中最大的财富 如此杜甫有了一个家 有了一个可以思念的人 和一个可以思念的地方 七四四年 遇到诗仙李白 这时的他三十三岁 李渡文章在 光芒万丈长 当诗圣邂逅诗仙 讨论的却不是诗词 而是去哪游玩 他们结伴共同游历 齐鲁等地 一起谈诗 谈理想 谈抱负 时而争论 时而大笑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七四六年 这时的他三十五岁 他第二次参加科举 可施与愿违 这次还是未能中举 可这并非是杜甫的原因 而是当朝宰相李林甫 怕杜甫这样有才能的人 来到皇帝身边 自己的地位不保 所以就用野巫一贤 这个借口 将这些有才之人 统统不予录取 七五八年再次做官 这时的他四十七岁 安史之乱爆发 宏观失守 杜甫把家安置在福州 独自去投诉讼 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 押到长安 安史叛军对杜甫 又以高官厚禄 杜甫对此断然拒绝 杜甫面对混乱的长安 听到官军一再败去的消息 写下月夜 春旺 哀江头等诗 后来他潜逃在凤翔行载 坐左时宜 由于忠言执剑 尚书为宰相房管士 被贬华州司参军 其后他用诗的形式 把他的剑文真实地记录下来 成为他不朽的作品 即三立三别 见到宿宗后 宿宗被杜甫感动了 任命他为左时宜 这个官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给皇帝提意见的 那杜甫可是什么人 有什么说什么呀 说是识那是快 杜甫就因为直言不会被贬了 在被贬的途中 他深深地体会到其中人民的疾苦 深觉当朝政府的腐败无能 自己感慨万千 够直接弃官回家 759年 杜甫48岁开始漂泊江湖 杜甫自关后 觉得官场配案 他终于无异于做官 心灰意冷 带着家人南下来到成都 这个时候的杜甫 还是活得比较舒心的 他在成都的居住之处 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成都杜甫草堂 在这段时间里 他与当地的县长 阎武是好朋友 若他救济 在生活上才不那么困窘 而后的他已年过半百 阎武因病而亡 杜甫的经济来源随断屋 而后在一场狂风大雨中 杜甫仅存的房产草堂 也被风雨折磨全无 但此时的他志气 却没有被这风雨折磨 写下著名的 毛巫为秋风所破割 这样短短十几字的语句 却将一名时刻关心 民生疾苦 大公巫私的诗人形象 刻画的活灵活现 即便是没有见过杜甫本人 你也可以从他的诗歌里 想象出一个临近垂暮之年 宝金沧桑 且眉间总带有 沉语之色的老人形象 无奈的他继续南下讨生活 来到奎州 再次期间 见到自己的弟弟杜冠 偶有登岳阳楼 留下一间千古名作 登岳阳楼 七七零年终死一生 终年五十九岁 一代诗圣 甜蜜于湘江船上 而家中平凡 连他的尸体都无力而葬 只能暂放于越州 直到四十三年后 其孙子杜思叶 才将其灵鹫 并毁掩尸 安荡在首阳山下 杜沈炎的墓旁 一代诗圣 就此陨落 杜甫的一生 恪守儒家思想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始终无望爱国爱民 正是现实和人生 而生逢安始之乱前的 大唐盛世的全盛时期 又经历了唐朝衰落的开端 杜甫写有意是 人生交气无老少 问交何必先同调 写爱情是 太浓一远 书写真 机里细腻 五肉云 写边赛是 树谷断人行 边秋一燕生 写离别是 便与先生 英勇绝 九重全路 禁销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